最近这段时间,随着美国加紧在华周边制造动荡,整个东南亚局势开始变得暗流汹涌,双方的布局和博弈也逐渐呈现白润化状态。 10月18日,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将首个出访对象定在了东南亚的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越南排在最前面。 为什么是越南?第一,通常而言,一国新领导人首个访问的对象,就代表着他任期内最重要的外交方向。 日本新首相以往首访的国家大概率是美国,但这两年美国首相履新的时间点刚好卡在美国大选前,加上安倍的前车之鉴,所以选择得非常谨慎。 第二,安倍在2012年底卷土重来后,首访的国家正是越南和印尼,菅义伟遵循前任足迹,也在彰显其外交方针仍会听从安倍的策略。 第三,越南是日本在东南亚外交方面的重中之重,两国关系多次奢华的背后,大部分都有着日本对中国的考量。 比如在中越正式从战争走向正常化的第二年,日本就马不停蹄地宣布对越援助。 2002年,中国入市第二年,日月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2011年,中日政经交流因钓鱼岛正常世界现了的第二年,日本率先承认越南市场经济资格。 2014年,在中日关系因构岛和安倍参败金国神社进一步恶化后,日月关系升起为纵深战略伙伴关系。 也就是说,越南一直是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制衡中国的重要城门。 菅义伟在出访过程中有几个细节,可能很多人没注意。 1.10月16日,由媒体报道,日本正打算利用卫星图像对钓鱼岛的自然环境进行研究。 据悉,该敌已获得环境大臣小泉金慈郎的同意。 2.10月17日,菅义伟向金国神社供奉祭品。 3.10月19日,安倍晋三继9月之后,再度参拜金国神社,首相出访前后连续对华搞挑衅动恶,就是为了提醒被访问国。 我菅义伟是在抗华的大背景下来访的,所以直衡中国是此行最重要的目的。 果不其然,日月首脑会晤的三个关键议题,基本上都直向了我们。 一是强化供应链建设,疫情爆发后,供应链安全成为日本产业界的首要议题。 原因很简单,中国供应链在抗议期间的集体停败,对日本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其支柱产业、汽车业,今年2月的新车销售量比同期下降了70%到80%。 有鉴于此,日本著名产金媒体工业新闻社做了一个变革2020依赖中国的功过的连载报告。 该报告从汽车整车、汽车零部件、机床、机器人、电子零件、造船、工程机械等七个方面,分析中国供应链对日本的影响。 结论,现阶段,中国供应链对日本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不论是出于国家安全, 以或者是其他突发性事件上考虑,日本的产业都需要进行供应链多元化和一定的去中国化建设。 所以就有了下面这条新闻,4月14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推出2486亿日元补助金,推进供应链改革计划。 实用于该计划的企业分为两类,一是严重依赖海外生产的事业,把生产线搬回国内可以申请补助, 而是严重依赖海外一国生产线的事业,在其他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建立生产线分散依赖性的可申请补助。 目前,从中国撤离的日企或日企生产线,有半数落户在越南,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东南亚? 其实,这恰恰证明了中国工业无处不在的影响力。 大家看,日本搬到越南的生产线主要是电子零部件,众所周知,电子产业是当今全球化分工最广泛的行业之一, 这就意味着在具备产业集结化的区域内,从事电子产品的生产,能最大程度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 全世界最大的电子工业集群带在哪里?中国珠江三角洲,东南亚的电子加工业之所以这些年发展的这么快, 基本上就是靠着临近珠三角的优势,如果日本把产业线放在其他地方,成本大幅上涨不说, 原材料的供应和供应链备用路线也会出现很大的隐患,对越南而言也有着同样的需求, 也想给大家分析过,越南当前的国策是希望通过复制中国产业模式, 使其在2045年前后继生为高收入国家,但是由于西方对资源技术和产业链梯度的严格管固, 加之越南没有中国那么大的市场和齐全的工业体系,从成本与市场两个最重要的环节吸引外资, 也没有足够的财政,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所以他们想以制造业步入高收入国家群体, 必须依赖上层金字塔国转移技术和产业链,这就要求越南必须要有所筹码和美方致营做交易, 而很显然,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与制衡中国的价值,就是越南谋求先进产业链和技术的筹码, 就像当年美国扶持日本,抗衡中苏,扶持韩国,抗衡日本那样, 当然美国本身因为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无法向越南进行产业转移, 至于芯片,大飞机,航天装备这些玩意儿,你就算给它技术,越南也缺乏生产线变现, 所以需要掌握大量中端产业及技术的日本,充当转移国的角色。 二是防务合作,本周一,在河内举行的会晤上,菅义伟和阮春福达成一项重要协议, 即允许日本向越南出口装备和技术,包括海上巡逻舰,海上巡逻飞机, 雷达及监视设备,图信和信息系统等,发现共同点没有, 日本向越南出口的武器基本上都是可用于监视南海水辩及水下军事动向的辅助类装备, 熟悉日本军事状况的朋友应该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有一个别称, 叫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反潜支队,在反舰弹道导弹和航母服役之前, 潜艇伏击是中国区域拒止反介入的核心战术, 因而在对华军事分工上,美国主要是对海面及空中力量的打击, 日本则专司反潜与水面力量侦查, 长时间的专职任务使得日本在这两方面的技术傲视全球, 即使是在中美俄三巨头面前,也是不遑诺让, 现在日本要把自己的看家本领交给越南,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结果, 其未来越南大概率会沦为美日安排在南海监视我军活动的桥头堡, 这将使美国在南海的情报收集能力和信息感知能力大幅度提升, 三世印太战略,在两国政府首脑会晤中, 坚一伟明确提到, 日本希望将越南作为支持自己印太构想的重要伙伴, 这个印太构想对标的正是美国更大范围的对华封锁圈, 印太战略,曾经强调过, 南海处于印太战略的封建位置, 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结合物, 能否撬起这个支点, 事关整个印太战略的成败, 按照美国的设想, 充当翘起支点的板子应该是盟友菲律宾, 但杜特尔特上任后话锋急转直下, 不再愿意充当美国的马前卒, 印太战略一度濒临破产, 对此, 美国一方面筹划四国机制进入南海, 用军事手段强化对华干扰力, 另一方面寻找新的支点, 而在南海拥有更漫长海岸线, 又在地区局势上和中国不对付的越南, 自然是最佳选择, 应该说, 菅义伟此次访问的意义非常重大, 它是代表美方阵营和越南交还共同致华的筹码, 如果后面程序文不进行, 越南大概率会成为地区一个极不稳定的因素, 发生在泰国的乱局已经有充分证据表明, 使美国借助矛盾在幕后操控, 一, 从10月份泰国局势升级开始, 推特官方陆续封杀了926个泰国账号, 官方的说法是, 这些账号与军方有关, 但实际上只要内容反对游行示威, 表明理性看待问题的声音, 二, 黄之锋和罗冠聪等港独分子多次站出来摇旗呐喊, 声称要与泰国示威者走在一起, 三, 发生在15号的游行示威, 一改往日较为和平的态势, 大量示威者在占领并弹瘓公共目标, 还有去中心化的组织行为, 同一的着装和指挥, 以及借流窜欺骗等战术, 无意不再向世人诠释, 这是当年香港的翻版, 这是美国情报组织较案式的街头政治活动, 四, 有东南亚媒体爆料称, 局势升级前, 一个名叫布莱恩·帕特里克·科恩的美国人, 从香港进入泰国, 而这个人就是臭名昭著的暴徒军师, 五, 如出一折的污名化摆拍照片, 泰国是中南半岛的核心国家, 地缘优势极其显著, 西陵缅甸, 东街老窝, 东南方向柬埔寨接壤, 南边是马来西亚, 这几个国家对华关系也很不错, 所以在美约关系还没得到改善之前, 泰国一直是美国视为中南半岛的压舱石, 防止中南半岛侵华国家在地缘上形成一片,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 饱受摧残的泰国虽然开始疏远美国, 但受制于同盟关系对军方的捆绑, 曼谷的立场或多或少还是会偏向美方, 不过随着泰国内部矛盾因经济问题愈发膨胀, 中泰关系因共同的利益驱动而更加紧密, 一是产业, 这些年越南通过制华的筹码来换取美方阵营的产业转移和技术输出的用意, 一是昭然若揭, 不论是出于反制, 亦或是系头系整合东南亚产业链, 都需要中国在临近的中南半岛上打造出一块工业高地, 而以工业出口为导向, 在汽车及零部件, 电子制造业, 石油化工有着一定底蕴的泰国, 无疑是最佳选择, 同样的, 处于供应链上游, 产业生贷尤其脆弱的泰国, 也需要强大工业国的输出, 进行更宽泛和更完善的产业链梯度升级, 二指基建, 泰国的矛盾是70%的农民与30%中产者及权贵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想要缩短这个差距, 需要为民众谋求更高收入, 这就涉及到解决就业岗位问题, 中国成功的方案告诉我们,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是解决所有农民占比较多的国家, 提升居民收入最快捷的办法没有之一, 第一, 农民本土产品的销售需要公路和铁路, 第二, 政府在大规模扩建基础设施时, 对劳动力有着显著的需求, 第三, 现代制造业能提供大量的中高收入岗位, 而基础设施配套是推进制造业建设的必要环节, 中国则需要泰国居中的地缘优势, 打造出一条覆盖中南半岛全境的高速铁路网, 为东南亚系统性工程奠定坚实的路权基础, 这就是美国为何要对泰国下手的真正原因, 在东南亚暗流汹涌的局势中, 一向喜欢闷声发大财的印尼, 仅其国际上露联的次数也很频繁, 10月8日, 外交部网站发布消息称, 印尼、伊朗、菲律宾三国将访华, 伊菲两国来的是外长, 印尼来的则是总统特使, 这个来头可不小, 一般来说, 除了出席某些重大礼节性场面, 总统特使及初访, 肯定会谈到对两国非常重要的东西, 印尼总统特使名叫卢胡特, 同时他还是统筹部部长, 对华合作牵头人, 全球海洋支点项目负责人, 从公开的新闻中可以看到, 卢胡特此行的主要任务, 是推进两国早日签署一带一路, 与全球海洋支点合作规划, 如果把时间线再方宽一点, 我们与印尼的互动还有更多, 比如建立供应链快捷通道, 签署促进本币使用合作, 谅解备忘录, 紧急批准中国疫苗投入使用, 而印尼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抓紧中国这一代的产业转移浪潮, 在后疫情时代取得经济发展优先权, 我们都知道, 产业转移和经济建设, 严重依赖于和平的地区环境, 所以本次访问必定会谈到南海局势, 而印尼能派总统特使在此时来华, 也足以说明立场, 果不其然, 在卢胡特访问后不久, 印尼就主动公布了一条信息, 7月至8月间, 美国官员曾多次就P8海神反潜巡逻机, 在印尼降落和加油等事宜, 希望与印尼房厂及外长进行高层接触, 但被印尼总统直接回绝了, 理由是, 印尼长期奉行中立外交政策, 美国在南海采取非常激进的反华政策, 让雅加达深感不安, 印尼拒绝被骗进一场反华运动, 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不站队, 但对中国而言, 印尼这种中立国家不站队, 其实就是最好的站队, 印尼这个群岛国家在海洋安全上的位置还是挺重要的, 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的交通要道就两条, 马六甲海峡和旺加西海峡, 这两个海峡全在印尼周边, 所以美国一直想把印尼拉下水, 这不, 菅义为访问印尼时, 还撒下500亿日元贷款, 随着那个时间点的临近, 两国在周边地区的博弈, 已呈现出白热化状态, 针锋相对的气氛很浓烈, 我们有什么应对方式, 这一点大家可以去看外长最新的行程, 前日去了中南半岛上最重要的几个国家, 柬埔寨, 老挝, 新加坡, 泰国和马来西亚, 然后又去了海湾地区, 强调域外国家不能越阻代庞, 并建议海湾国家搭建多变对话平台, 如此紧张局势下的旋风式密集出访, 一一和行政安排飞动小可, 不久后, 伊朗国防部又公布重大新闻, 这些信息实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总而言之, 不管是西云初起还是山雨欲来,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更一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